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位 今天周末 姑姑 你这怎么了 小白 你这哭什么呢 小白 你不知道是你爹姐妹把我赶了出来 喂 媳妇 你怎么回来了 我儿子回来了吗 我儿子没回来 来来来 快坐 妈 你这不知道多想你呀 妈 我这条火亮了 找你是想说件事的 什么事啊 这结婚前 你都说了 只要我和你儿子结婚 这个房子就算是给我了 是啊 我是这样说的 这房子呀 就是你的 那既然这个房子是我的了 妈 那你就别在这住了 你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吧 让我搬出去 我没听错吧 这 这为什么呀 你刚回来就把我赶出去 这什么意思呀 这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吗 这个房子都是我的了 我想让你在这住就在这住 我不想让你在这住 你就要从这里出去 小飞 我没做错什么吧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让我搬出去 我去哪呀 再说了 你这刚回来 我都那么高兴地接待你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妈 我回来就是好生好气跟你说的 你不要撕破脸吗 撕破脸了到最后对大家都没好处呀 你这样做 我儿子他知道吗 你儿子 他什么都听我的 我让你搬出去 你就搬就行了 这 这天那么热 你说你让我去哪呀 我不走 你不说明白 我就不走 妈 我这好说歹说 你就不听是吧 那不听你就别怪我了 你不走也要走 你快出去 干嘛呀 干嘛呀 什么 这小飞怎么能这样呢 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呢 他真是太过分了呀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有我能轻点呀 哥 你别当心 这件事 我给你做主 有我呢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找他去 那凭什么把你赶走啊 凭什么呀 啊 走 好 谁呢 小飞 嗯 来 姑 坐 李小飞 小飞 你给我坐这会 哥 嫂子 你们怎么来了 你别叫我哥 我没你知道的妹妹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难道你心里没事吗 我问你 你凭什么把姑赶走啊 原来是为了这事 这是我们家务事 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你们家的家务事 这是我姑 我也是你们家人 凭什么我不能问啊 小飞 你说你有点良心吗 凭什么我姑对你什么样啊 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你们一回来立马招待你们 现在你把我姑赶出去 你还有点良心吗 是啊 小飞 这事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这再怎么说 这姑的年龄也大了 那么热的天 你把她赶出去 你有想过她能去哪吗 你说你现在 这么对待我姑 那我表弟建国知道吗 啊 她想知道她的同意是你这么做吗 秦天啊 你们不管怎么说 我是一定要把她赶出去的 小飞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对待我姑啊 你这么对待她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呀 小飞 其实你们家的事情我也知道一点 这我听小白说过 我姑父很早就不在了 是我姑一个人 把建国辛辛苦苦养大的 供她上学 供她读书 她一个人抚养她多么不容易啊 现在建国也长大了 也娶妻生子了 本来想着 她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这建国把你娶进家里 也是想让你好好孝顺她妈的 不是让你进来这么对待她母亲的 就是 我建国表弟要你知道你这么对待她妈 她天天会给你理会呢 我现在打电话 我就让她回来 和你理会 不用打了 她回回来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 她 这怎么了小白 这我儿子她怎么了 你说呀 她生病了 现在在医院嘛 生病了 生病了 她生什么病了呀 你快说呀 妈 妈你别激动 这建国 前一段时间不舒服上医院检查 医生说她得了白血病 所以妈在外面挣着钱 你全部给她看病了 这剩下的钱都花完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回来 就是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给她治病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儿子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小费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妈 你先别激动 我不告诉你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年龄大了 我怕你知道了 承受不了 姑娘 你别上去吗 小费 这见过生病了 这也够辛苦你的 你说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告诉我姑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呀 这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亲戚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有困难了 我们可以帮你的 是啊 小费 我是她表哥呢 有什么困难 你告诉我呀 没钱我跟你妈 是啊 那也不用卖房子呀 你说你们卖了房子 你让我姑 还有你们住哪儿啊 小费 他们说的对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呀 这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说出来 咱们一起面对 一起想办法嘛 我相信 我儿子的病一定会好的 行 妈 我记住了 以后有什么事 我再先和家人商量 下次再也不会 自己擅自做主了 小费 这才对吧 小费 这样吧 我回家 去拿咱们家的所有积蓄 不过价格也没多少 只剩下的 再找人去借家 行 我现在就不去找人借家去 那我现在也回家拿钱 行 谢谢你们 咱们 咱们都一下来客气干嘛 不过 我们先回去 总想你 你别着急 别吵 走 咱们 这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扛着 妈 你别这么说 你怪我不好 这什么事都没跟你说清楚 回来就把你赶出去 你不要怪我 他不怪你 你这都是为了妈好呀 你这是妈的好孩子呀 行了吗 别哭了 我相信 倩果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advice 我可以带来 我来乱 从来 细琅 接着 三位 二位 两位 三位 三位